前一人作案的时候 就明显对受害的人是故意的 就是用钥匙划上的情况 然后这时候他就把车停下了 他的孩子还坐在支援车的后座上 然后他就过来观察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是用钥匙 看他有这个动作 用水承带的钥匙开始划 绕着车 这时候划着车后部 先一人是和手管内的丈夫 反应之前有为合伙做省医 配文了 以这换个点心 案发当前 如果手管内的车辆是 发现手管内的车辆 对手管内进行报复